NGS次世代定序法 NG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Singer鏈中止法发明将近30年后 出现许多突破传统概念的新定序技术 统称为次世代定序法 它们的共同点是大量平行地进行许多片段的定序 可同时处理约百万至百亿条长度为数十至数百个剪辑的短片段DNA 以目前最常用的Illuminum NGS平台为例来说明 分为四个步骤 制备样本 产生从距 进行定序 分析数据 1. 制备样本 成化好的DNA样本 以转作为Transposes 即转作子Transposes所组成的转作体Transposes 随机切成小片段 同时在片段两端各带进一个序列不同的转接片段Adapter 接着加入可与转接片段互补的特殊因子Pimer 进行低循环数PCR反应 以合成两端揭含有特殊标签序列Barcode的两股 E Star表示互补序列 一股依序是 瓦合肝酸B 标签序列2 定序影子SP1 带定序片段 定序影子SP2 标签序列E Star 瓦合肝酸A Star 另一股则是 瓦合肝酸A Star 标签序列2 Star 定序影子SP1 Star 带定序片段互补股 定序影子SP2 Star 标签序列E 瓦合肝酸B 或者 以超音波将纯化好的DNA样本随机打断 并补平两端后 在两个三块端 各接上一个去氧合肝酸BA 利用一股的三块端 多了一个去氧合肝酸BT 的特殊标签片段 直接与它互补结合 这个过程也称为 加标签反应 Pigmentation 藉由在近两端的特定相异序列 以辨识两股及其方向 并让两股尾端开刹 无法互补粘合 以利后续扩增以及定序反应 经过传化 便完成样本制备 2. 产生丛具 为流道反应槽Full Cell 有一片玻璃 分割成许多渠道 或数以亿计的奈米级小格子制成 每一渠道或小格子的凹槽底部 都均匀地固定了 两种寡合肝酸A和B A和一股的一端A star互补 B则与另一端相同 当样本流入反应槽后 每一股DNA 彼此在空间上被分散开来 A star端 随机地结合到 槽底的寡合肝酸A上 马上进行PCR反应 以寡合肝酸A为引子 所结合的DNA为模板 同步延伸合成出 A端固定在槽底的互补骨 由于互补骨的另一端 将会是B star 和固定在槽底的寡合肝酸B 互补 因此 将双骨变性 并洗去模板DNA后 互补骨的B star端 就可结合到固定在附近的寡合肝酸B上 并以此寡合肝酸B为引子 互补骨为模板 再延伸合成出B端固定在槽底的对应骨 由于此时 双骨的银子都固定在槽底上 使整个分子弯曲成桥状 便称这种扩增技术为 乔式扩增 Bridge Amplification 若将双骨变性分开 各骨就都单独以五块端固定在槽底 且彼此相距不远 并可以继续用另一端和附近合适的寡合肝酸结合 再形成另一个弯曲的桥状 延伸合成互补骨 如此重复循环多次后 每一段DNA在其周围被扩增 相同序列形成一个个聚落 称为从聚Cluster 反应槽的每一区块中 同一时间内有好几百万段的DNA进行扩增 形成好几百万个在空间上分开来的从聚 这些从聚合起来 就称为DNA定序库 DNA Synchrosing Libraries 产生从聚的反应 也可设计成在包覆有反应试剂乳液的维力上进行 并控制每一个维力上 仅含有由同一条模板DNA 所扩增出的数百万条相同序列DNA 称为乳液扩增 Emotion Based Amplification 3. 进行定序 将从聚中的双骨DNA变性分开 保护其3'端 防止被修短 从寡核肝酸B连接处切除及洗去一股 只留下另一股仍固定在槽底 准备四种去养核肝三菱酸 分别在寒氮碱基标定不同色的荧光集团 并保护住3'OH 定序开始 加入定序银子SP1 结合到槽底的单骨 以单骨为模板 在定序银子上延伸单一个去养核肝酸 由于它的3'OH被保护住 不会继续延伸 其去没有结合的去养核肝酸后 进行荧光侦测 可得知此去养核肝酸的种类 而且在具有相同序列的重序区域 会显现相同的荧光 并有明显讯号 增加探读的正确性 侦测结束 切去荧光集团 及3'OH的保护集团 便可进行下一个延伸 合成及定序 如此重复循环多次后 由荧光颜色的变化 就可读出这一股的大部分序列 这种边合成边定序的方式 又称为合成定序法 Synthesing by Synthesis 然后将双股变性 洗去合成股 再加入另一端的标签序列1 至互补序列E-Star的前半 当影子进行合成定序 读出E-Star的后半 以确认是同股 接着将双股变性 洗去合成股 去除草底单股3'端的保护 让它互补结合到固定在附近的寡和甘酸B上 以寡和甘酸B 当影子延伸合成 读出此端的标签序列2 做确认 然后再变性 切去此合成片段 以寡和甘酸B 当影子 延伸合成完整的E股 并将两股变性 保护其三块端 从寡和甘酸A 连接处切除模板股 准备第二轮的定序 第二轮的定序时 加入定序影子 SP2的互补序列 SP2-Star 当影子延伸合成 读出这股大部分的序列 以便和定序影子 SP1 所得到的序列资料 互补配对 由于前一个步骤 已经在反应槽中 产生上百万个DNA同具 所以 在这个步骤里 是同步对所有的同具 进行合成定序 以取得上百万条的 剪辑序列 四 分析数据 将同步所取得的大量 剪辑序列 利用高效能电脑 进行比对及排列 最后 拼出样本DNA的完整序列 由于次世代定序的通量高 速度快 吸引许多厂商投入 开启商业化应用 也降低了成本 现在 只要约美金1000元 就可以在一天之内 完成个人所有基因组的定序 而且 还被应用在完整分析 肠道内的维生物群系 以及样本中的所有RNA序列 大大改变基因体的研究方式 不过 次世代定序的缺点 是每一个单独的定序片段 长度大约只有几百个剪辑 需要仰赖后续大量的生物资讯工具 才能拼凑出完整区列 而且 预有大量重复序列时 还是会产生判读及拼凑的困难 消息 拼减 换 同时 有剪辑